每天科技新鲜事就在科技拉报 这是半壶联合优酷科技推出的早间资讯栏目 来看看今天的焦点有哪些值得关注吧 苹果公司CEO库克完成了今年首次苹果股票抛售 库克出售265,160股苹果股票 套现5,470万美元 在这笔交易前 库克刚刚通过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单位奖励 获得56万股苹果股票 苹果保留了其中的29万4840股股票 以满足RSU归属时的扣缴税款要求 红米发布6400万四射小金刚二代 Redmi Note 8 Pro 继续主打高性价比这一竞争优势 搭载联发科Helio G90T处理器 6.3英寸的水滴全面屏 屏占比90% 售价1399元起 这也是首款搭载刚同夜冷散热的红米手机 声明称贾跃亭在过去两年 已经通过各种方式偿还超过30亿美元国内债务 并将尽快偿还债务作为优先考虑 贾跃亭所设立的债务偿还信托将尽快 为其提供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案 公司重组的具体方案将在9月3日对外公布 2019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开幕 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与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 在开幕式上上演了双马对话 在对谈的过程中 马斯克多次点赞中国 中国的创业企业发展速度像火箭一般 他们已经进入轨道了 很尊重这样的创新型的火箭企业 微软亚洲研究院创造出了史上最强麻将AI 它的实力已经超过了公开比赛中 顶级人类选手的平均水平 麻将游戏的特别之处在于 游戏具有非常高的复杂度和更加丰富的隐藏信息 因此麻将AI的难度更高